本期给大家分享圆形支片如何构成方形的 不管你这个圆片构的多大 然后方形的第一圈 这四个角 勾法都是一样的 只是中间这个帧数 大家自己去调整一下 我这里呢 第一圈环形12个长帧 第二圈每帧加帧 第三圈一个长帧 一个加帧 一个长帧 一个加帧 这样给它勾完 勾完第三圈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再勾大一点 第四圈就两个长帧 一个加帧 第五圈三个长帧 一个加帧 那现在就按照我勾好的这个圆片 给大家做演示啊 勾的第三圈总帧数呢 是36帧 再任意一个帧目 穿过去 然后把线勾过来 勾一个起立帧 这里算作第一个短帧 但是未完成的啊 接下来下一个帧目 勾一个短帧 这才是完整的一个短帧 新手呢 在这个帧目做一个记号 接着 绕线 我们下一个帧目 勾一个中长帧 然后绕线 下一个帧目 勾一个长帧 接着 绕线 下一个帧目 先勾两个长帧 先勾两个长帧 记得把短的线头 腰在里面啊 勾好两个长帧之后 两个辫子帧 到线 同一个帧目 继续勾两个长帧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角 接着我们就绕线 下一个帧目 勾一个长帧 绕线 下一个帧目 中长帧 然后勾四个短帧 勾好之后 接着来就重复 绕线 一个中长帧 绕线 一个长帧 然后开始勾第二个角 同一个帧目 先勾两个长帧 然后两个辫子帧 再两个长帧 这样呢就形成一个 完整的一条边啊 往后面就重复 勾到最后 还剩两个帧目 刚好 勾两个短帧 然后把线圈拉大 我们到前面这个地方 勾了一个完整的短帧 这里 这个帧目啊 从 你往外这样穿过来 然后把线圈勾过去 调整一下 就是过度的 这个线 我们这里是算一针的 那接下来勾第二圈 然后 这一圈呢 我们要勾长帧 直接在刚才 完整的这个短帧帧目里 穿过去 然后再把线勾过来 带出两个线圈 再勾一个起地帧 好方形 第二圈的这个勾法呢 是对于每个帧目 勾一个长帧 然后四个角的地方呢 就两个长帧 两个辫子帧 再两个长帧 这样子 很简单啊 就对应的勾过去 好 到脚的这个洞里面 两个长帧 两个辫子帧 两个长帧 好 接下来第二条边 就是对应的帧目 勾长帧 这第一针的地方 大家不要忘记勾了啊 好 就这样 把方形第二圈 给它完成 全部勾长帧 如果大家想要加大 就重复第二圈的勾法 边上这里 对应长帧的帧目 勾长帧 然后四个角的地方 两个长帧 两个辫子帧 这两个长帧 就是勾到你们需要的大小 最后呢 也可以勾一圈短帧啊 就是对应帧目 勾短帧 然后洞里 每个洞 勾三个短帧 就是转角的地方 勾三个短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